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南北宗宗 古达州 阿龙共处于圣口 冬腾孤月圣太平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 宗物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袁新 维新圣教 创教宗族 混元禅师开始 你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 风是宇宙气场的运行 水是自然水源的流动 风也是我们人体的呼吸 水也是我们人体的血液的流动 中华文化讲求天人合一 人和宇宙自然的相应 就在风和水之中 混元禅师创办的易经大学 就是教导我们天地宇宙自然的风水法则 今天我们邀请到易经大学的原生法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阳宅跟阴宅的风水法则和案例 原生法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原生主任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 还有我们电视机里的观众 还有我们先知同乡 那今天我想我的主题是住宅风水 住宅风水 住宅风水其实住宅跟阴宅还是我们非常重要 到我们文书也常常讲 你住宅你要去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你住宅要去看一下 阴宅也要看一下 还有工厂 多多要注意 病怪也要看一下 整个都非常好 那你在人生道路上你就会非常平胜 那今天我们来讲到住宅的风水 住宅的风水其实都是跟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都是很类似 我们还是种先天八卦 青龙方 青龙方 当然就是我们向着跟黄族同一个方向 左边就是青龙 右边就是白虎 这个是很多 我看出记很多青龙白虎都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我也特别知道 这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也是要跟大家再齐心一下 我们跟黄族的方向 同一个方向 左边就是青龙 右边就是白虎 不要说把他搞混了 这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青龙方 当然我们都是讲说是一个正电坡 是光明的 所以大家就说青龙方应该要高 不会低 那这个左方 如果你在左边 你这个太低矮 那你就会 文昌就会肉 那你就会比较没有蓝钉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白虎方 我们最怕白虎方就是一个 这个户的电厂 就怕它回头 白虎方就不能太高 这是一个我们的基本法则 那我们买屋 就是后面不要有水池 水池你就会影响你的钉 曾经我 这是把这个例子举一些好了 就是我上次到 我太太她的同学家 我就吓了一跳 她说奇怪 你们的黄虎 黄虎后面是一个遗址 体敌啊 结果 她的老公就是 本来是当一个老师喔 当老师怎么 张老师应该不错啊 怎么会这么样 都会剥掉 所以后面不要有水池了 这体就错了 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时候无所谓啊 我说后面有遗址很漂亮啊 绝对不一样 这是有遗址 绝对不行 师父开示我们后面就是钱 就是我们的脑袋 后脑勺有水在面流动 我们的脑袋怎么会清除 对啊 所以她去保掉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 我看到的案例 吓了一跳 结果他们就离婚了 他也就往生了 年纪也不大 所以防止一定要注意 后面不要有遗址 那前面的空地也是要小心啊 有时候我们看到你的前面空地 以后要怎么样 不知道 这个我们都要 比较说空地要怎么样 最好是再沾个卦 因为前面是空地 你说站看看 看看怎么样啊 或者说我们看看地极土要拿来看一下 两个都平平的 都平大了呢 这个距离都一样 那就比较不会说 那盖起来就是盖一半 这些地极土我们都要注意一下 平常我们在银行 看到这个地极土我们都要看这个 你看两个 你这个面跟它的面 它搁起来 两个会参差不起 那就危险了 是 会有臂刀的危险 对 会臂刀的关系啊 所以臂刀 这个臂刀是非常恐怖的 像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记者 前面是臂刀 他说没关系啊 结果那臂刀 这个气人就往生了 就出货嘛 所以这个臂刀 这个是 他耳嘴往生了 所以说你这臂刀 我这个时代 大家不要等弦四肢啦 那一般我们在社会上 人家都不重视啊 我们没办法 那人没啥 没啥就是有啥 就是这么样的 所以像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 那大门 我们一定要看大门 大门 刚刚我讲到 大门就是如我们的口 我们的蛇嘛 要吃水要喝得到 吃水要吃得到 很重要 所以这个大门很重要 我是说我们这个大门就是一般 我们那个别式型的啦 那一般我们现在没有啊 我们这个要看四十五度角 看看有没有 我们现在一般都讲牌的嘛 没办法 就是四十五度角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很怕 我刚刚讲到屋脊的冲事 我这个是很恐怖的 或者说瘦头 我们有些瘦头 比较乡下要有瘦头 灰烟等等 还入冲 大门一定不能入冲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再还有一个 光线 客厅 光线要好 一般我们现在光线都不太好 都要开灯啊 光线不好你就要开灯 没办法 卧室是一样 卧室我们有一句话 光天暗房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卧室也是要明亮一点 这个是一个 反正要有光嘛 那神明天也是一样 神明天最好不要瘦在顶楼 不过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瘦在顶楼 比较 怕老式的都放在楼下 所以神明天也是很重要 就是你光线不要太亮 不要太累 太亮 你神明天 你想更 想更不可以 这是一个原则啦 那神明天我们很怕天罗地网 这个我们师傅常常提到 这个要注意一下 什么是天罗地网 天网就是我们种栏花啦 种栏花后面用一个 网子 用一个网子 黑黑的 黑黑的网子 那个我们不要说很不平安 所以我们师傅一直在强调 然后神明天最怕顺水流 顺水流也是不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小孩子的房间也是非常重要 用上架布都是不太好 这个是我们要 要注意 不要 不要这个 这个床 不要压到虎边 不要压到虎边 不要冲 冲门啦 这是一个神明天要注意的 在客厅 客厅刚刚讲过了 就是要不要昏暗嘛 那天网板不可以暗色或黄色啦 暗色的话你心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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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闷啦 心情会不太好 那红色你就会 会 狂火啊 发脾气啊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的 那灶味也是非常重要 灶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不 不仲这个不论相 不论防卫 当然我们的法门当然是 要农边比较好啦 那有时候虎边也没办法啦 那最重要啊 你就不要 放在那个化温水的上面 这也不太好 或后面的水沟 你把它这个 这个 瓦斯仁放在那个水沟上面 我隔壁就是这么样啦 他把瓦斯仁放在那个后面的 后面啦 一个锅的上面啦 水沟上面 就开刀了 就都是灼气啊 对啊 所以这样子不要 不要润了 这没什么关系啦 啊 以上 是 对 刚才原生法师很快速的 而且很精简 二要的跟我们分享 洋宅选择的法则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有的很熟悉了 有的还不太了解 欢迎您加入益金大学 来学习 接下来我们要请原生法师 来分享 阴宅的重要性 阴宅有哪些法则呢 为什么祖先的阴宅 跟我们阳世 阳人 后代子孙 息息相关呢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请原生法师 好 阿彼陀佛 那阴宅 我想我们现在阴宅 比较都弄去那个 纳古塔 纳古塔 现在比较少 不过呢 大部分都签着 我们到公墓 我们可以 比较有选择的对象 其实我厂长去跑山 就是 礼拜天就跟比较好的朋友 去跑山 或是 宗宅 研津宅 也有很多签着了 那你也可以去旋 我旋的好多也是有 不过这要合法 不行 不过我们在殷宅 我们师父的开示 就是说我们在风水真经上有讲 就是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要葬祖先 一定要一个知恩 感恩 报恩 以日土为安 一个重要的原则 因为我们祖先往生以后 我们祖先的骨骸 就是以三川灵气 就会结合在一起 那结合在一起 如果有好的风水 那你就给你的智慧 就会产生很好的智慧 我们在所有的开示过 我们殷宅是属于这个殷殿 墓碑是阳殿 所以殷阳交过 那我们这个三川大地的灵气 就会跟祖先的铃骨骸 结在一起以后 因为它有铁子 铁子就五行的电磁炮 它就会让我们的祖先会安心 所以我们藏祖先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平安第一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 不要违反了地理原则 如果说你违反了地理原则 地理就乱掉了 那你的智慧就会 等于就 你就会反射到不好的磁场 就反射到这个子孙上面 那你就没有智慧 就昏昏存存了 就是地理不好 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师父在风水中间开始说 因为两风水二十三 有妙法 若为真理 执着的财力 想要贪心 重量 要反了 这样就不对 所以你重大是这样的话 你用这种观念 变成说 你只有说 这个执着的骨头 要花财 那你没有像祖先说 你应该放下 放下执着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不要为这个有心的骨牌执走 刚刚我们在心经那里讲到 这个是 这一个骨头不是你 你要回到你的心灵的世界 你要超越这个轮回 就是我们风水尊敬的真实意 所以你要 不要想着要赚钱 这样的不对 要安顿我们的祖先 这才是大孝的精神 对 要安顿祖先 安顿祖灵 而不是为了风水 让自己繁荣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另外讲到这个银仔的原则 银仔的原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银仔平常你要练习 会看风水 我们所有的教科 我们这个九星法 三星要会看 三星 这五几星 木星 水星 这个我们在一经初期半都要讲 这个你要会看 看完以后 你才会知道 节线在哪个地方 这个是基本功 都要知道了 当然到最后 都是要节线的地方 那节线有几个重要 比较我们比较师傅 那你到头要硬直 就是说你已经节线的时候 你要 书常常讲的行至坐卧 这一个法则 行至坐卧 到那边就是 等于说要阴阳 阴阳要调和 就是要 你承认人家讲 多卖则死 就是还阴阴的 你种上 一直胀下去 那就不行 这是 常常讲说 红木上一个 一个就是 顶上 最上面 对上面 看起来 风景非常好 那是孤阴 那书常常讲 这个不要胀 孤阴就是风杀 风杀 那就会败彩 就是会 先败而后贼 这是一个 道头应子 再来 泄浅情细 你这个泄当中 人家说 沙子伦丁 水煮财 水济财 如果水善 水善 这个铅鼻子 这水就把它牵出去 砍水就砍水 财就会破 就财会破 另外一个重点 圣沙构堂 我们阴仔也是非常重视 一个叫做下手沙 我们在风水经上 常常讲 有地无地 看下壁 你要有 下面要关缆 把这个水把它收起来 要缆水 所以下手沙 一定要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风水 我们平常 看到风水 大家都要 注意这些 那还有讲到 风水有一个 叫做成门跟成门节 成门就是水流出息的地方 成门节就是你要配 配成节 比如说我们在 你没有入到 我们谁你不知道 我们师父都会配 什么龙来 要配什么水 所以说 子自出马 子自行 就是说 天灵龙要配天灵象 地灵龙要配地灵象 轮你要配轮年 这个是一个基本法则 你要配得好 但是起码你要会看来龙 来龙你会看 来龙你会看来龙怎么看 这是一个法则 在哪个地方 两来龙 这是我们在疫情到底都会教 那样讲到成门节 这成门节就是说 什么叫成门节 配成 配成一个节 我们在天灵经有一个很重的节 有四大节 前山前向水流浅 前奉出状元 这大家听听过 五三五相五朝堂 大将正边江 卯山卯相老流眼 祭父如书虫 在昆山昆向水流昆 富贵永无休 这个就是成门节 所以要配起来 因为很多我们的山龙下来 摘了很多岁 师父常常讲我们 我们仙罗是一个龙下来 摘了很多岁 出几个岁 其实那个岁一定跟我们的山龙 哪一龙有很大的关系 不可能这个岁都摘不下来 刚才讲的 天年要对天年 还有其他更深的 要配起来 所以有很多岁 你从那边山龙过来 节什么岁 一定有固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成门节 像我以前我实际到这个新营 看前苏院长翁院长他们的祖婚 他的古墓他们的来龙就是 镇挂来龙 他做庚山庚相 庚山庚相 黑淳水 气润水 都是什么 他的地岩龙 八云花光贵 所以这个部分 殷宅就是要把它成品 把它配起来 成层把它配起来 这个殷宅我们才会 才合法 是 我们原生法师告诉我们 阳宅殷宅的重要性 还有基本的法则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 混原禅师开示的命卦 我们每个人都要福德相配 我们有多少福 就是因为我们有多少德 我们要怎么修德呢 最后要从命卦来看 我们请原生法师 阿弥陀佛 那命卦是我们专门的强项 其实我以前 曾经去写过八字 好懒 那个八字还写过紫围朵诗 这个有时写得知道 因为你看那个八字 真的很难写 它理论蛮多的 不带着经典一大堆 紫围朵诗也是一样 那写到的命卦 我非常的高兴 我为了感谢师傅 他传这个命卦 这个命卦准确度非常的高 我的命卦 我的命卦是风扇线卦 从我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疫情恶出 你不要说说这个命卦只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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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卦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没有 你要去看命卦 你一定要去注意的看 每一个命卦都有 还要看它冲 和 这个都要看 冲跟和 跟我们学这个疫情卦一样 冲和 还有 你要看命卦的时候 你要看你要生什么病 我在银行 前人常常接到人的呼应 我就会研究 你这是什么命啊 怎么会往生啊 结果我发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人的往生啊 跟命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常常接到他的呼应 我会研究 你什么命卦啊 怎么现在才往生啊 我都把他研究结 结果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你的命卦 什么都命卦来 你一定要把它最 我们会死去的时候 就是你的命卦 跟你的连夜日子 尤其是连 那个最弱的部分 就是你的死结 你死在那里 而且我们用什么 用我们起长生 从长生结这样算过来 没有不准的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历史寄给大家看 最近的实例 长生结就算 而且啊 命卦跟我们阴阳子也有关系 有时候我们思维开市 你命卦不好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卦 还是做像 还是做 做三还是像 都有关系 所以这命卦 所以 所以开始命卦是没有错啦 是后天 后天 是随后天的啦 你要修怎么修 也是 是神的命卦是后天卦 但是我们也不得 因为你如果没有命 你就不能修行了 所以命卦还是蛮重要 你要顺着命啦 按这个命 就是没办法 所以 而你的妈妈的研究 你可以聊聊文明 到底你这个道理是怎么样 你的生命的轨迹啊 是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师父常常开始 你们下次要来 你们要省一下时间啦 我这祖宗是用 保护的啦 不过你要省好时间啦 虽然是后天的啦 但是你要省好啦 我们下次要来 你要眼睛看一下 算一算 才下来 所以命卦就是非常好用 而且 命卦它都非常清楚啦 这个官啦 财啦 子物啊 都非常清楚 你都不用 你不要人就说 那要简单 一个卦像这样 那要准 其实你要 慢慢地研究 一定可以 可以把它研究得很清楚 是的 我们原生法师告诉我们 这个命卦的奥妙玄机 是很多可以探讨的 我们希望之后还有机会来请原生法师 跟我们继续分享 我们今天谢谢原生法师 谢谢 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风水真经当中开示 鬼谷先师云 风水之学 可以救人心 教化社会 普利天下众生 离苦得乐 悟到的人都会明白 风水学是正法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将风水妙法 无师地传授给 有缘大众 我们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进入 易经大学 学习平安的风水学 和易经宗教修行 相辅相成 共创平安和谐的人生 我们今天谢谢原生法师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祝各位平安健康幸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